而在總統立委選舉投票日這一天 在台東市區的新山國小投票所 一早吸引了很多民眾前來排隊 準備投下手中審慎的一票 而台東現議會的議長吳秀華 也是在上午11點的時候前往投票所投票 且期盼未來選出來的人選可以讓台東更進步 投票日的一早還沒開始正式投票 就有不少的民眾陸續進入投票所 準備進行投票 而排第一個投票的民眾則表示 自己七點半就從家裡趕來投票所 要用自己的一票 選出心目中最重要的候選人 我今天七點半來 所以是排我們第一個 是的 那現在投完票心情的感想是怎樣 感覺很高興 我可以用我來決定我們未來四年的政府 而在等候投票的人群中 也能看見年輕的面孔 專程返回台東投票的民眾表示 等一下還要工作 所以特地在工作前趕來投票 現在可以跟妳講說妳是從哪裡來的嗎 從高雄來的 所以今天是專程回來台東投票 對 沒錯 那你怎麼會想說要這麼早就來投票 因為晚點還要上班 好 當家裡工作 台東縣議會的議長吳秀樺則是在接近中午時來到東商的投票所 並希望未來選出的人選可以為台東帶來更多的資源與進步 台灣的心情感覺是怎樣 覺得非常的輕鬆 但是不能放鬆 對我想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所以我相信投票率應該會蠻高的 那我們也呼籲我們的鄉親好朋友 我們都出來行使自己的權利 那我想今天就要產生新的這個未來的國家領導人還有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期待台東更好 台灣更好 謝謝 每個到投票所投票的民眾都積極展現出民主的價值 以最直接的方式去支持喜愛的候選人 並希望他們在未來的四年裡 能夠有機會為人民服務造福社會 記者陳淇琳 台東市報導